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 包括解释及运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无分虚实 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 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 但实字以分虚字难识 知、负、者、也并非一字禁浅 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 无论赞文或者说话 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 文白交用的文字清通多知 文章自然雅族共赏 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继语文踢爆之说文解释后 MyRadio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 《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 多谢大家 《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第二集 一切由一字开始 一 说文解释的贡献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一堂解题 这一课一切从一字开始 如果大家留心听书 就知道一字虽然只有一画 但是这一画竟然是由关开天辟地 浩瀚宇宙 要搬出福西八卦 易经 道德经 甚至先秦文献 太一生水 一字虽然易写 但是意义深畅 差不多两千年前 东汉时代的语言学家 智姓许慎先生 所写的说文解释 以下简称说文 是中国第一部 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 亦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 说文 运用绿书理论 解释字形 字义 字音 及其互相关系 所谓因形 说义 因声求源 更加发明 部首排列法 开创后世字典编排 查检的先河 说文 亦都是认识 及掌握上古语音 词汇 及读通先秦两看古籍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 说文 在识字 即是形音意的解释的时候 往往先列出小算 如果古文 和奏文 即是大算 不同 就要在后面列出 并且解释这个字的本意 再解释字形 和字意 或者字音之间的关系 传统文字学 以说文为基础 许臣先生这本巨著 可以说是科学文字学 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历代对于说文的研究非常多 到了清代更加达到高峰 出现著名的说文四大家 段玉才 桂福 黄云 和朱俊升 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发现 说文所收的小算 古文和奏文 以及许臣先生对字形的分析 都成为考识古文字很重要的依据 这本书在小学及古文字学方面 都是十分重要 小学属于传统经学 是研究中国古代汉语 语言文字的学科 包括音韵学 文字学 和分枯学 二 六书是什么 六书是汉代学者 将汉字的构成 和使用方式归纳成的六种类型 是最早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通过象形及指示 两个原理构造出来的汉字 称作文 通过会议 形声 转注 假借构造出来的汉字 称作字 在这四个造字原理之中 会议 及形声 就是从简易部分去构造汉字 象形 指示 是造字法 会议 形声 是造字法 转注 假借 是用字法 汉字之中 又以形声字占最多 汉字在商朝的时代 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 那时还没有关于绿书的记载 绿书是后来的人分析归纳出来的系统 在甲骨文 金文中 象形字占大多数 这是因为要画出事物 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 当文字发展下去 要仔细分工的东西越来越多 于是形声字就成为最方便的方法 只要用形旁代表的类属 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 来区分这些字 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 十分有效率 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序 解说六书 虽然后来也有语言学家表示不同的看法 但是可供参考的地方 仍然是很多 用记号符号 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一看就知道它要表示什么 例如上下两个字 指示字大部分都不是名词 是而可惜 就是说这类看字的字形 一看就可以大致形式 策而建议 就是说仔细观察 才能够发现它的真正字意 六书中的指示 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 加上指示符号而创出来的字 例如个人字 是在刀字上加一点 于是就变成刀子锋利的部分 比如要记录木这个意义 简单几笔画一棵树就行了 但是如果要记录末 即是树梢这个意义 就很难用简单几笔画画出来 于是古人就在树木上加一条短环 用这个记号就可以指明真正字意的位置 不过事而可惜和象形有相似之处 而策而建议也就是会议的意思 因此有议员学者认为 许晨先生对指示的解释过于笼统 而象形者画成其物 随体结屈 日月是也 象形是用画画的办法 画出那个物体 筆画的波细曲折 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 日月两个字 就是这个例子 文字起源之一是图画 文字创始之初 有图画文字的过渡 也就是说 象形是图画文字的遗留和发展 三 会议者比类合宜 以见指挥 母 信 事也 会议是由两个 或者多个独体字组成 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意合并起来 表达这个字的意思 母就是指过 信就是人言 又例如彩字 以动物或者人的指爪 象形爪 和树木象形木 合起来 表达彩 即是彩摘果子的字意 有部分看字 会同时兼有会议 和形声的特点 例如公字 即可视为以力和公的会议 这一类的字 会称为会议兼形声子 四 形声者以视为名 取辟相成 刚何事也 形声字的结构很简单 汉字是由表意的形符 加上表音的声符所构成的 刚字一边是形 即是水 一边是声 公 不过很多形声字 是声符同时兼有异负的作用 形声和会议 甚至象形不分 这种声符表意 或者既形声又会议的汉字极多 这种现象 说文解字柱的作者段育才 称之为 形声兼会议 五 转柱者见虑一手 同意相受 巧路是也 转柱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形转 二是异转 三是音转 由于许臣先生对于转柱的定义很简单 说文九千余字中 也未指出 哪些是转柱的字例 后世对转柱的确切意义 莫冲一事 至今都没有定论 转柱的特色是重复造字 形体不同 意义相同 而互相注释 六 假借者 本无其字 医声托示 令 掌 是也 看字的数量有限 而语言中的词汇无穷 要用有限的文字记录无穷的词汇 文字的表词范围就不断地扩大 不仅仅用于记录本意 或者相关意思的词 而且也都以读音为媒介 用于和本意毫无相关的词 凡是古文献的用字 如果他所记录的词汇 不是那个字的本意 或者引申意 这个字就是假借字 假借字有两种情形 即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有其字的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 口语里面有的词语 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 于是就找一个和他发音相同的同音字 来表示他的含义 借用同音的字 来代表还未做字的事物 这个办法通行之后 文字不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一些难以用象形 指示、会议、形声 来表达的概念 往往就可以使用假借这个办法 使得这个概念不至于无字可写 三、一切从一字开始 说文第一个字就是个一字 许臣先生在说文解字一部里面 开宗明义地说 为初太此、道立于一 造昏天地、化成万物 凡一之属皆从一 为初太此 为、思也、思即是思维 指理性认识或者指理性认识的过程 古称道 为初是指理性认识最初的出发点 即是理论演绎的初始、假设 原理或者公理 太在康熙字典里面就是这么说 太与大、太、彼、同 大就建诸易经的乾卦 大灾乾缘万物之耻 老子道德经就说 域中有四大 道大、天大、地大、黄液大 道立于一 道立于一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 这里老子讲到一、二、三 乃是指道创生万物的过程 造昏天地 太一生水 下土也而为之地 上戏也而为之天 太一生水是三十年前 即是一九九三年的秋天 京门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 在湖北省京门市沙阳苑 各店村各店一号的楚慕M1 发掘出的先秦文献 太一是指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 太一先生成水 水反过来反腐太一 而后生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 太一和水先于天地而存在 强调了水在万物中的重要作用 这篇文章也折射出 几千年前中国祖先 对宇宙自然生成的思考与智慧 造昏天地之后 自然化成万物 段玉才说文解字处 他说 一为初大极 导立于一 造昏天地化成万物 看书若原原本本 素此于一 凡一之属皆从一 凡一之刑 于六书为指使 段玉才对说文一致的注解 提到看书最转下 原原本本素此于一 原原就是探索原始 本本就是寻求根本 凡一之刑于六书为指使 即是一致是六书的指使 凡一之属皆从一 凡是属一的字都遵从一的含义 说文解字中 有五百四十个部首 一是其中的一个 在每个部首之下 又有很多字 这些字的字意 都跟部首的意义相关 比如 水 是一个部首 旗下有 洗 干 河 流 等字 这些字都有水的意思 这就是凡水之熟皆从水 这一堂课讲到这里 下一堂就会和各位同学分析一致 作为文言虚词的时候的各种解释 以及如何活学活用 多谢各位收听和收听 欧敏港堂之一致金钱 请分享及付费支持 一个营养丰富的节目 多谢大家